分享一个特别离谱的事情 怎么了 周正老师 刚好刷朋友圈 就刷到一个吐槽 AI就现在乱写 他的歌名叫 我是逆蝶 啊 我什么玩儿 逆蝶是什么 逆是逆流的那个逆蝶的蝶 就很离谱 好 我们来听下一个吧 什么都坏点 首先祝福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继9月29日 新华社 廖旺 正义网 检查日报 半月谈 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库等 大佬及官媒发了 以周深征途为BGM祖国庆生视频后 9月30日 新华社 廖旺 正义网 半月谈 人民正邪网 中国军号等大佬 又以周深演唱的如愿 为BGM发了 山河无恙致敬先烈的视频 山河无恙 烟火寻常 祝福祖国 致敬先烈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非常荣幸自己能够有机会 演唱一些与国家发展相关的歌曲作品 能够通过歌声去表达 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自豪 这些歌曲不仅是每个中国人 对祖国的深情 也有我们对国家发展成就的骄傲 在国家工业密码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更多 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故事 看到那些默默无闻 却至关重要的工业力量 如何支撑起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生 周深生日已过 但生日直播的热度却在不断增加 小编先问一句 大家有看回放吗 30日新浪音乐代话题 周深直播歌曲全程跟唱 发博说周深一年一度生日直播听得好过瘾 一秒走进演唱会现场啦 这是隔着屏幕跟唱 快给我个荧光棒 我可以摇整场 新浪综艺也发博说 生日直播在线陪看音乐园计划 其中分更是昨晚的最新舞台 殷宗粉们前一秒还在节目里看 下一秒就在直播中听到lag版啦 真是太幸福了 微博直播也发博说 不是没人说周深的直播真不好笑啊 整场下来周深的嗓子真的还好吗 全程不停歇 甚至自己空场走生日流程 和粉丝互动 这也太牛了 那如果只是说话就是这样的啦 大家好 我其实不太懂那个马超什么梗欸 但是你既然都这样说的话 大家辛苦咯 今天应该有人是在上班对不对 就论怎么样都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你让相信自己 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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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一边写作业一边在听 那感觉我自己现在很像一个电台一样 那希望你 不要分心好好做作业好吗 马超 该做作业了 对不起对不起 接下来唱的梦了 马上就到周深重庆演唱会了 昨日的三开 你抢到票了吗 主办方官宣 10月1到7日 重庆江北观音桥步行街嘉年华大厦 被号称亚洲之光的3788平米大屏 周深应言上刊 欢迎为官 另外 周深将参加抖音美好奇妙夜 也在昨日得以正式官宣 虽然阵容未官宣 但基本确定有周深 抖音也上线了抢票攻略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周深又要极限赶行程了 12日结束奇妙夜的直播后 要马上赶到澳门参加13日晚音乐园计划年度盛典的演出 继28日香港电台上传了一段周深 为金港话你之国庆特别节目做的宣传口播后 30日北京音乐广播再次艾特周深 上传了宣传口播 并发博说在周深的歌声中 感受北京的历史沉淀与香港的现代繁华 全新节目金港话你之10月1日正式开播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是非常激动 因为之前虽然有去KPL唱歌 但是好像是第一次唱KPL的总决赛的主题曲 所以一定希望可以展现出 KPL的燃热血和所有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也非常紧张 但是我也唱得非常非常的爽快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由周深演唱的王者荣耀KPL年度总决赛主题曲看见我 今晚零点就上线了 和之前的风格其实都差别挺大的 以及包括我跟王者荣耀其实合作了很多歌 我们每首歌好像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就像我们每一个我们电竞的选手们 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个性 各自的风采一样 就跟歌曲风格一样 多姿多彩 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去传达的是 像歌词里面写的一样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它都会成为我们的勋章 所有都会成为我们最后 获胜那个礼花里面的每一个彩片 我觉得我们每一步都算数 所以继续向前冲吧 这是我们这首歌要表达的 热血 听完就能赢 这个理由够了吧 能赢 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官威 在30日上传了一段周深的采访视频 周深说这首歌和之前的歌 风格差别挺大的 热血 听完就能赢 一起期待吧 冷静的前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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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新浪娱乐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歌手周深 对于网友说周深在演唱会上是魔术揭秘大师 周深想说 我觉得周深真的是缺乏了一点点自知之明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在印象当中我们在鸟巢内战的时候 我们有个类似像大便活人的魔术 我想我们都已经挪到主舞台去了 大家总看不到我们的穿帮吧 于是我就用麦克达说 大家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 表演完之后我就说 哪里来的信心说这句话 以后大家看我变魔术的眼睛可以睁小一点点 就尽量可以忽略一些东西 但我很开心 因为我每次看到教我魔术的唐老师 我每次变完一个魔术他都 我担心的是他担心的不是我 大家开心就好 老师揭秘了很多魔术 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魔术界会将我封伤 什么除名 我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出现过 被他们封伤 周深今年的唱跳绩效完成了吗 首先就是至今 周深也没有找出来 到底是谁给周深定的唱跳KPI 但是今年我觉得如果有那个KPI 已经超额完成很多了 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好的服务歌曲 它是什么样子 我就会去努力的去展现他该有的样子 那上次采访的时候 其实你留给了谭剑刺一个问题 就问他周深谭剑刺谁唱歌好听 他怎么说的 他说是周深唱谭剑刺的歌他最喜欢 哇好聪明啊 好厉害 对而且他最近也在开演唱会 对 然后他还给你推荐了他的唱跳舞台 唱跳打扰了 拜 哦哦哦好啊 那两位可以期待一下两位的唱跳舞台吧 他那个 登登登登登登 我不会跳 给了 他那个 拜拜 他科目一挺难跳的 好的 这段我们会发给谭剑刺 大家还是多多关注我们的声点 不要关注我的唱跳 那你自己的唱跳舞台上 有没有自己难忘的舞蹈动作可以教教我们 有哎 因为我不算是唱跳吧 我的演唱会的第一首歌借过一下 我们有个跟舞蹈老师的配合动作 就是我把他甩走 对舞蹈老师就爬上来 然后去 去抓住我的手 但是有一次我们好像是在成都站的时候 然后舞蹈老师因为他有个那个绣套 绣套 反正他有个装饰品 就勾到我的戒指上 然后当时就怎么都甩不掉 我就拿着那个就是 我又穿着一身白衣服 然后老师的又是深灰色的绣套 他们就说看见我拿着一个 深灰色的绣套甩来甩去 以为那个地方是什么魔术 又是一个魔术 真的是无语 今天揭秘一下 揭秘就是 是个一不小心挂住的缘分